蘇哲義是期望頗深 他認為說蘇哲義快速球也不錯 變化球種也多 但問題是控球不勝理想 兩出局,牛隊要上場的打者則是來到鎮達鴻 鎮達鴻今天第一次向他打擊是突襲短打 點出了一隻內野安打 沒有配合,游擊手已經進去了 而且看到鄭昌明為了這次的play 有沒有扭到,有點扭到 是不是踩到壘包翻船 我們看進去的時候 翻了一下,稍微翻了一下 所以左腳就有一點拐罩了 左腳去踩到二雷雷包啊 要踩人,所以踩不到,所以踩到自己 呵呵呵 原本是想要製造一個 突如其來的一個 回馬槍 回馬槍的一個效果 反而是自己去踩到了雷包 不過看起來鄭昌明的狀況應該也還好 所以鄭昌明留在場上 可以繼續的比賽 二壘上還是有曾經鋒 那麼打擊區上的鄭達宏今年球季得點圈的打擊表現 十分的火熱 六十個打數裡面出現了二十一隻籃打 打擊率是三成五零 一隻籃打 揮棒的速度稍微慢了一點 三萬 鄭達宏今年對上蘇哲義 五個打數 三隻籃打另外有兩次的寶鬆 對戰的打擊率也高達六成 二壘上由剛剛敲出適時安打的曾進鋒 打擊區上的震達號目前是一好球兩壞球 左邊方向的界外飛球卡洛斯跑過來但是沒有守備的機會這球上了觀眾席 依舊稍微慢了一點 所以看他的揮棒應該有打變化球的準備 今年新龍牛隊的外野陣容其實有蠻大的影響 包括張建民受傷然後曾華偉其實也受傷了蠻長一段時間 余賢明的部分呢則是狀況比較不理想 因為曾進鋒最近打得不錯 但他目前的打擊率不是很高 但是狀態是不錯的 那再加上鄭達鴻今天的表現也還不差 不過這一回是打成了左邊方向 撞在一起不過還好卡洛斯最後是把球順利的接殺 不過看到卡洛斯的手勢非常的痛苦